就我其实比较喜欢 保密 就它可以弹到很高 我就在别人面前秀了半天 和平街有没有考虑就是让我来 就也不是很过敏啦 就是很突然 我比较喜欢用 让我们有请和平精英品牌代言人宋倩 以及她的双牌搭档 NV Paraboy 哈喽 腾讯视频 迷妹专访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宋倩 一问其实是什么区别让你开始玩和平精英游戏的 就我其实比较喜欢刺激的游戏 知道和平精英就是可以下载了之后 可以玩了之后我就马上下载了 可以透露一下自己和平精英的状态是什么吗 说出来不是特别光彩 保密 今日最终饥荒纪录是多少 没注意过 但是就是每一次玩都是每一次努力的击啥 对于自己的游戏水平最想看懂的日文搜词条是什么 努力多年送钱 中躺到 那个 叫什么 无敌战神 历多年送钱中躺赢到无敌战神 因为我去打击啥我没有一点紧张 一个无调紧张 那自己一般平时是怎么样来消除击啥了呢 既然是做安置 对希望自己待会能有个好的表现吧 最近有没有玩新的地府呀 玩了 自己最常用的枪是什么呢 最常用的其实也未必能剪得到 我比较喜欢用M4或者是大盘机 但是现在其实有的时候用冲锋枪我觉得也蛮好用的 新版本的游戏中用哪些新调整 让你两个有一点复杂啊能适应啊 或者是勇士的一些新设定 我觉得就是最有趣的就是那个波波车 就是它可以弹到很高 然后呢我第一次玩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一个防护罩 就是被打也不会死的那种 我就在别人面秀了半天 然后结果被打死了 其实内心就又激动又紧张 就是必须要有一个出口 有没有考虑我们划完前来一期吧 和平今天有没有考虑就是让我来一个化劳语音包 上次直播团阅的时候 和粉丝在游戏里面一起向我忙上午 然后粉丝说今天那个女文队漫漫过敏 对此你有什么想说的 就也不是很过敏啦 主要就是咱就是说第一局一上来就给我弄死了 还是被送去的保镖弄死的 这保镖不是应该保护我的吗 被他击倒了这么什么感觉 被他击倒了以后就是一整个手足无措 就是很突然 那打游戏的时候会对自己的粉丝手下留情吗 不会打起来亲兄弟都不认 如果有福利国的队友你会怎么做 趴下 兄弟咱就说咱们都是兄弟手下留情呗 下一个问题是给自己设计一个杀招性的动作 如果后面一个比赛的时候可以做出来的那一种 我觉得大家玩的都很好欸 就大家一起切磋切磋了 希望有机会 还像上一次一样 就是可以跟大家一起在游戏们团建什么之类的 两天 请订阅 групп kicked 母亲